有没有想过由你双手去建设我们未来的城市? 建造业议会于2019年推出建造业议会认可技术专裁培训计划 计划采用双轨甚至三轨并行训练模式 计划为期两年包括课堂学习和在职培训 以巩固及提升学员的安全意识、软实力 还有创新及科技,培育你们成为全方面知识型技术专裁 培训完成后,学员会获得相关技能测试证书 并可注册成为高级技工 在选选雇主方面,每个参加计划的雇主都会经过评审 加入认可雇主明册才可以参加学徒培训 这个计划还打破传统日新制度 以月薪制度为学生提供稳定收入 以高级技工证书和高级技工文凭为例 参加计划的学生,第一年月薪为最少14,000元或24,500元 雇主也有高达6万元津贴 第二年月薪,则增至最少18,000元或26,500元 雇主津贴亦高达7万2,000元 雇主每成功培训一名大工,可获1万元雇主奖金 议会亦会提供奖励计划 如果学员通过中期技术评核 会获发2万元至2万4,000元奖金 完成整个计划,同通过毕业技术评核 还可以有毕业奖金3万元 即是说,总共可以收到最高54,000元奖金 计划的学员,两年内还已经可以成为大工 我们的大工合格率达95% 整个计划免学费又有稳定收入 还有20或32天有新进收价 学员还会为雇主和学员跟进就业情况 毕业后,还随时进升做专项监工或创业者 无论你是中学来校生,还是专职人士 想快人一步发展出自己的专业 请即参加认可技术专才培训计划ATP 有关详情,请浏览议会网页 或致电3199-7310查询